婴幼儿腐蚀添加,怎么做宝宝才能吃得更好? 西兰花瘦肉蒸糕 用西兰花搭配瘦肉还有鸡蛋,做出一款蒸糕,颜色绿绿的,不爱吃腐蚀的宝宝看到也食欲大增,还能锻炼手指协调能力 适合月龄,适合10个月以上的宝宝食用 食材,西兰花适量,瘦肉80克,鸡蛋一个,面粉适量。做法 1.西兰花用盐水浸泡一会儿。2.开水中焯一下西兰花。 3.瘦肉切成小片,加几片浆,放入锅中煮。水开后,去掉上面的泡沫。 4.我把焯水后的西兰花去掉梗。 5.西兰花,瘦肉,蛋清一个,加入腐蚀鸡打成泥。蛋黄留着备用。 6.加入适量面粉,搅拌均匀。 7.准备一个容器,地下垫上一层油纸。 8.把菜泥倒入,铺平。 9.把菜泥放入锅中蒸10分钟中。 10.把蛋黄大蒜,加入10毫升水,加少量面粉,搅拌均匀。 11.把蛋液撒在表层,继续蒸10分钟。 12.倒入容器,撕掉油脂,即可。 9.包菜山姚肉末粥。春季饮食应移生酸增肝,营养脾气。 12.而健脾义气要吃山姚。 13.山姚有益于春季食用,它营养丰富,具有健脾义气,助消化,可防止春天干气旺伤脾,可以补胜一惊,可增强人体抵抗力。 13.适合月灵,适合10个月以上的宝宝食用。 15.食材,包菜,朱丽鸡,大米,小米,山姚。 15.做法。 15.准备猪里结一块,山姚切碎,包菜洗净切碎。 15.洗干净大米,小米放进水里煮。 15.鸡鸡肉焯水切碎。 15.煮开加入山姚。 15.加入肉末,煮开,转小火。 16.粥块煮好时,加入包菜。 17.熬纸粘稠。 18.煮好,加入蛋黄搅拌,将蛋黄搅碎即可。 18.奶香南瓜蒸糕。 20单